5月23號 今天全國是66,247人 在本日花蓮縣增加的部分是1,033人 住院是151人 還有我們住家照護的部分 在這裡有1,334人 我想中央CDC 它是今天報告有22個死亡個案 事實上到昨天為止 我們衛生局手上的個案數一共是28人 那可能有些衛生中央一級指揮中心 還是在繼續做判斷跟追蹤 那基本上首先先報告各位 我們的整個花蓮縣的65歲以上的老人 它的佔比是18.6person 在全國算是非常高的一個高齡社會 另外第二個 在我們在花蓮有很多大的一些長照的老夫機構 包括我們的東部老人之家 還是我們育龍院、布里里院 裡面有非常多的我們的長輩 在我們的裡面生活著 那他們都有很多的慢性病 那所以整體來講 我們的一位老人家的比例高 所以當然我相信可能這一次的疫情 對老人家的傷害就會比較大一點 那整體來講 這28個人我們做分析 那一共有16個男性 12個女性 所以比例談4比3 那在這裡面有43%的個案 它已經簽署DNR 所謂DNR就是不要再急救了 也就是說他們因為慢性的疾病 因為一些像癌症等等的這些疾病 所以他已經走到人生的末端 所以他們已經簽署 不需要做積極急救的一個過程 所以在治療上 就是我們讓他能夠滿足他的心願 那其中這裡面有30% 它是一個就是我們長照機構的住民 所以他的機構住民的比例是很高的 那整體來講 那在00上的分佈 我們65歲以上的長者 這死亡個案中 65歲以上的長者佔了78.6% 佔了78.6% 那75歲以上的長者佔了60.7% 所以確實都是我們的高齡長者 在這次疫情中 然後造成了他的死亡 那整體來看 我們在分析這裡面很多的長者 確實他是很多的慢性病 這個殘腦他的醫生 那這裡面有慢性病的比例 是佔89% 我們看了這些個案中 其實很多都很早就投藥了 很早就投藥了 那其他的一些比較年輕的一些個案 那至於分析上發現到一個特點 他們真的不曉得為什麼原因 都沒有打疫苗 都沒有打疫苗 所以在這邊還是鼓勵我們的鄉親 要去打疫苗 以上報告 花蓮縣我們的居民用使用這個 家用快篩試劑 如果是檢測是陽性的話 就等同確診 那等同確診 還有一個重要的過程 就要請醫師診斷證明 證明之後是確診 如果你是自行快篩 快篩兩槓就是陽性 那我們無論是你到醫院 或者是預約 這個遠距視訊的話 都要準備兩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檢測卡夾 就是兩條槓的這個 這個我們的檢測片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健保卡 無論你要遠距 或者是要拿到醫院去給診所或醫師 來看診都要準備 一個是檢測片 第二個是我們的健保卡 這兩件都要帶上 現在關懷包 關懷包的部分 都要放快篩試劑 所以我們需要找志工來協助 省政府來把快篩試劑分裝 所以關懷包 我打包 我們徵求志工組隊 一隊五個人來打包 那如果想要參與 幫忙來做我們的這個 這個快篩試劑的分裝打包的話 請打822-7141轉390 理科長一隊五個人 從禮拜三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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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每一個確診個案 都需要使用口服抗病毒藥物 我們今天中央醫治組織中心 對於口服抗病毒藥物 它的適應症有做了一些調整 有一個調整 那在5月14號的時候 是針對於孕婦就可以使用 但是現在是針對於 懷孕產後 產後六週內 那這個藥物呢 基本上它的條件是 第一個年紀要到65歲以上 那如果你的年紀 不管65歲以上 但是你本身有癌症 慢性腎病 含尿病 或是心血管疾病 這裡面的心血管疾病 不包括高血壓 比如你心裡不整 或是心肌梗塞 或是你有一些慢性肺病 慢性肝病 那精神疾病等等 那在之前的 在適應症裡面 有認為吸菸 也是一個使用藥物的條件 但是今天已經把吸菸這個條件 拿掉了 所以你可能以前有吸菸 或是你現在正在吸菸 現在已經不是使用抗病毒藥物的一個 一個適應症 適應症 今天的一個學校通報 然後依規定呢 進行防疫假 跟暫停實體課程部分 那這一張手版上資料 都是屬於在確診日前兩天 有進入校園的部分 那依規定會進行三天的防疫假 跟暫停實體課程 那這禮拜呢 後續的時間 也就是23到27號 會配合全線 來暫停實體課程 那屬於這類的情形 今天全線總共有12所學校 在國中端的部分呢 包含每輪國中一所學校 那新增一位確診孩子 在國小端的部分呢 則有中原國小等五所學校 那新增的確診人數 包含兩位老師以及十位學生 在幼兒園的部分呢 則有私立熊熊森林幼兒園等六所學校 那新增的確診人數 包含了兩位教保員 以及五位學生 那這是屬於有進入校園的部分 再來跟各位相親報告的 則是屬於並未進入校園的部分 那依照規定呢 原本是所屬的一個班級同學 還有老師會繼續在校上課 那這禮拜呢 一樣5月23號到27號 配合全線暫停實體課程 那這一類的情形呢 今天總計有每輪國中的28所學校 其中包含了國中端有五所學校 11位學生 國小端呢有12所學校 29位學生 幼兒園的部分呢 則有11所學校 18位學生 那總計呢 58名學生 加上六位的教職員工 合計有64名 那這是屬於並未進入校園部分 我想在我們在上禮拜五 這個宣佈暫停實體課程之後 我們在放學前 各國高中國中小幼兒園的部分 都有讓孩子們帶回去 這個一季的快篩試劑 等待在5月30號復課之前 請這個家長能夠為小孩子先快篩 快篩陰性才能到學校 那另外呢 可能有一些之前就未入校了 所以他沒有拿到快篩試劑 所以我們做了彈性的做法 就是可以到衛生所來先領取 但是請要註明您是哪一個學校幾班 幾年幾班 哪個學校姓名地址 這個衛生所就可以先給您一季快篩試劑 這是一個權宜之作法 那也跟大家報告 今天入園入學的孩子 在幼兒園的部分有686人 有到校上課 國小的部分全線有288人 還是到校上課 國中有111人 高中是53人 所以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目前進校進園今天的狀況 也希望我們所有家長 如果有需要 在這期間有需要任何服務的話 請都不用客氣 小孩子需要到學校來上學的話 也可以讓他到學校去 但是提早跟我們的導師來說明 我想導師也會做很好很好的規劃和服務 運動